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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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在近排疫情之下,想有口好吃就不容易 在这个非常时期里,就唯有要在家就地取材,做一些简单而好吃的菜 在今集,我会分享一道很家常的京都猪扒给大家 虽然今次只是煮很简单的菜,但味道一点也不失礼 因为近期就没有新鲜肉卖,所以今次我只选了这些急冻猪扒做这个菜 由于不同产地的猪,用的资料都会有点不同 而资料和猪的肥瘦,就是决定了一块猪扒好不好吃的因素 反正都是买急冻的东西,所以今次我就买好一点 用这一只,声称是无激素的猪扒 那和冬肉店买到的猪扒比较,它吃下去会软一点和有点咬口 而用无骨猪扒,相对上在煎的时候就会容易处理些 在疫情之下,平时比较少煮食的朋友都一样会做得好 同样,处理急冻猪扒,都是要先用一茶匙的盐,去开盐水出来 然后就将猪扒放进去浸30分钟 让猪扒里面的雪味和血水浸出来 过了30分钟之后,猪扒里面的污脏东西都已经浸出来 将猪扒徹底洗净之后,先把它晾一下晾水 接着在晾水的时候,我们就调好叶料 好了,首先和腌牛肉一样,都是要先打一只蛋出来 用鸡蛋腌出来的猪扒,煮出来就会更加腍 打均匀之后,就可以先倒两汤匙的蛋浆出来 然后就放两汤匙的美极鲜露进去 接着就放多半汤匙的糖 然后再放多四分一茶匙的食用梳打粉进去 最后就放多两汤匙的水进去 让猪扒吸多些水分,它的肉质就不会塗了 接着就将那些醃料彻底拌均匀之后 就把它放在一边 而这边的猪扒全干水之后 在腌它之前,同样都是要用厨房纸 将猪扒表面的水分完全吸干 一会儿就会很容易入味 完成之后,就将猪扒放入刚才的叶料里拌均匀 在拌的时候,就要用点心思 慢慢拌到大部分的叶料都吃完入猪扒里面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在整个处理过程里面,我是没有将猪扒拍松的 除了我不想猪扒拍完之后不漂亮之外 另外,一块好的猪扒,基本上肉质是不会参差的 当猪扒吸收大部分的叶料之后 就可以放一汤匙的生粉进去拌均匀 让猪扒可以锁住所有的叶料 最后就可以放一汤匙的油进去 就可以令猪扒做出来会再滑一点 完成之后,就将猪扒腌腌30分钟 在叶猪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汁了 做这个甜酸汁 一般最快的方法是会放白醋、茄汁和糖 我经常都说的 用白醋做出来的汁是会很功倍的 所以我就一定不会这样调的 想好吃的 首先我们就要在碗里面放2汤匙的茄汁进去 然后再放3汤匙的珍光草 而我想这色做出来可以再红一点 所以我会放3汤匙的大红汁进去 用这两种醋做出来的汁 就一定不会功倍的了 然后就放1茶匙的盐进去 再放4汤匙的糖做个甜味出来 最后就放2汤匙的蜜糖进去 蜜糖是可以提升整碟菜的味道的 所以就千万不要用烧食的糖浆 搞定之后我们就可以煮菜 如果你想快的 就可以放些炸粉在猪扒上面 再放油锅里面将猪扒炸熟 不过今次我就想用少一点油 所以我就会把它慢慢煎熟 当锅烧热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中小火将3块猪扒炸熟 在下了猪扒之后 先不要动它 将一边的猪扒肉汁煎封了 过了1分钟之后 就可以反一反它 同样将另一边煎1分钟 过多1分钟之后就可以转小火 然后再反一反一块猪扒 给点心机把它煎熟 如果你买的是有骨猪扒的话 在煎的时候 有骨的一边 就要放在锅中间 将骨位先煎熟 如果在煎的时候 看到边好像现在这样反起了 就可以用把剪刀 剪一剪一边才继续煎它 以这这么薄的猪扒来计算 大约煎了5分钟左右 见到它两边转金黄色的时候 就可以先拿它上来煎一煎油 在煎猪扒期间 一块猪扒是会释放了很多猪油出来 而这些猪油就要留回一会起锅 做出来的猪扒就会更加香 接着就不需要洗锅 将猪油重新烧热之后 就可以用中火先将洋葱丝留锅爆香 先炒香洋葱丝之后 就要记得转回小火 才将较好的糖醋汁放入煮热 因为刚才较好汁的时候 大部分的糖都还未溶 再加上汁里面是有蜜糖的成分 如果用晚火去煮汁的话 汁就会很容易焦 当汁滚起后 就保持用最小火 逐小逐小地将生粉水进去埋芡出来 当汁的稀稠度好像现在这个状态 就将所有的猪扒回锅 接着就可以关火 然后就可以快手把猪扒炒至上汁的时候 就可以上菜了 这个那么野味的京都猪扒 它的灵魂材料就一定是汁了 和正用茄汁加些醋来做汁去比较 我觉得这个糖醋汁可以说酸甜得来 还一点都不抢口 而它的味道基本上是和出街吃是没有分别的 无论是大人小孩都肯定会喜欢吃 这次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麻烦给我一个like 给我麻烦哥 而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大力点按住小铃铛 拜拜